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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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過了兩個年 兩個中秋節 大家都很辛苦 大家可以過平靜的生活 恢復正常生活 大家很高興 非常感謝農生村的村民 為台灣示範了 什麼叫做不畏強權 什麼叫做 不畏這個黑金的勢力 什麼叫做勇敢 抗爭勝利 抗爭勝利 環境永續 抗爭勝利 環境永續 環境永續 感謝幫助所有自救會 抗爭的環保團體 民意代表 社會賢黨 失效之後 未來 昆虞是不是要再申請 我們相信 使得力量 還有自救會 還有環保團 我們會緊盯 未來的動向 昆虞公司 在91年3月4號 取得這個 許可證以來 這20年來 不斷的要試運轉 在94年的時候 他也有試運轉 那時候 他的縣長支付選 那時候自救會有 到縣政府去抗議 後來停的 那過來到109年 他又重啟 所以自救會等於109年 開始重啟 那也透過議會議員 專案報告 那自救會不斷北上陳情 那不斷的召開記者會 那終於 去年的時候 1月4號在這裡埋鍋造飯 已經1年9個月了 那時候自救會有兩個策略 第一個就是 現場賭昆虞廢棄物車進去 第二個就是 請詹穗貴律師打行政訴訟 終於在7月21號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判自救會申訴 苗栗縣政府敗訴 那縣政府即刻發布新聞說 昆虞公司的試運轉暫停 今年7月21號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有宣告自救會的行政訴訟勝利 然後因為這只是一審 所以 昆虞公司不意外的上訴 然後只是因為 苗栗縣政府礙於 鄉親被打所帶來的社會壓力 終止了昆虞公司的試運轉計畫 但是 苗栗縣政府一直保有試運轉計畫 再度通過的權利 不過我們自救會 去年在成交法辦公室的協助下 然後讓環保署公告修正 公民遺費記錄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 第14條 然後昆虞公司必須要在去年9月13號 公告實施的一年內 取得處理許可證 否則他的同意設置文件就會失效 那 我們鼓手了 將近一年9個月的事件 650天 然後自救會終於取得抗爭的勝利 然後 主要抗爭勝利的原因 我們當然要 要歸功於 自救會的龍森村的鄉親們 有打死不退的精神 大家也看到 他們被打了兩次 然後都通過血流 那他們都不退 但是期間 我們有非常多的貴人來相助 然後 今天也非常多的貴人來出席 那 我首先要特別感謝 自救會特別感謝 那個 時代力量的三個立委 然後 宋國底團隊和 時代力量各黨部的黨工 因為他們在第一次 試運轉計畫的時候 然後 陪我們 輪班首夜 然後 度過了最困難的那個期間 然後接下來 自救會 要感謝 那個民進黨的立委 洪生菡 和湯慧珍委員 然後他們在 第一次試運轉計畫完了以後 積極協調 環保署 然後去 要求環保局 應該要正式 不行再放行 昆雨 昆雨的那個東西 幫我們做了很多 溝通協調的工作 然後 再來要 感謝那個 年輕的議員 像陳光軒 然後曾文學 陳平安還有 李煥強 尤其是像陳光軒 和 曾文學議員 他們在第二次試運轉的衝突裡面 也是一直在陪伴相親 然後最後 一定要感謝那個 紅香大姐 紅香大姐 可能身體 身體不好 然後還有其他環保團體 他們在兩次 試運轉最艱難的期間 一直那個什麼 兩次試運轉計畫最艱難的期間 他們都抽空來陪我們鄉親首頁 然後同時也被打得很慘 包括像 這位傳遞黨背心的那個 陳彥廷朋友 然後 因為要感謝的人太多了 所以說 不一念出來 最後還是要感謝那個 前縣長劉正宏 他其實提供了非常多的 捐贈了非常多的物資 那 那最後 有沒有因為要感謝的人太多 然後 所以我們讓大家一一發言 然後 這就會 會在10月7號 在那個苗栗縣政府 前面舉辦感恩參會 然後 屆時也會邀請所有 包含今天 今天環團就比較少人到 所以屆時會邀請所有人 來一起分享我們的喜悅 今天自救會在這邊 感謝了非常多的人 但是他們忘了一個 最重要的 就是他們自己 就是這些鄉親 我認為 在這場抗爭事件中 最最最要感謝的 就是我們的龍生鄉親 就是你們自己 請你們給自己個掌聲 好不好 我還記得 大概在三年前 我跟龍生鄉親 第一次碰面的時候 看到的是 你們的臉上 你們的眼神 充滿著疑惑 充滿著害怕 你們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能夠 真的守得下來 不知道自己 能為自己的家鄉 做了什麼 於是你們戴上安全帽 穿上了雨衣 開始在這邊買鍋造飯 把這個昆雨的大門口 當成你們自己的家 不分寒暑 不分晴天雨天 你們聚集在這邊 我要告訴你們的是 你們展現出來的 堅毅勇敢跟精神 完全為我們龍生 為造條 為苗栗 甚至為台灣 帶來的驕傲 我認為 你們是這幾年 台灣社會中 最重要的一個典範 第二個部分 我在這幾年來 最遺憾的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案子 所有出現的真點 不管是建築線 不管是偷天換日的 公眾通行的問題 不管是 設置許可的合法性 不管是 試運轉的裁量問題 每一個真點 早在三年前的 第一次審查 第一次專案小組 全部都被提出來的 我不解的事情 為什麼過了這三年 為什麼過了這三年 要在法院的判決之下 你要立憲政府 才肯面對這些問題 如果 許耀商縣長 他每次說的依法行政 在第一個時間 就能真正落實的話 鄉親根本不用在這邊 流血流汗 我認為 今天這個案子 除了帶來典範之外 我們要回去檢視的事情是 苗栗縣政府 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個就是我們未來 必須好好去 讓苗栗縣 讓苗栗縣政府 步上正軌 真正做到 保護自己的鄉親 保護自己的縣民的部分 今天在這邊 有非常的多人 最後一句話 送給榮生的鄉親 謝謝你們 謝謝 非常難得 在朝野政黨 都一起來反對 這個不公不義的 潰於掩埋場案 那 在台灣各地 包括 台南 屏東 台中 雲林 彰化 很多地方 目前都有 廢棄物 爛倒的 爛倒的 這些情況發生 那我們也看到政府 在廢棄物 在廢棄物清理法的修法 在廢棄物再利用 營建廢棄物再利用的管理辦法 這些部分 目前都沒有做很好的修訂 所以導致 目前 就只能讓民眾 知道了 才抗爭 所以 希望 潰於案的成功 能夠呼籲 能夠喚醒政府的無作為 趕快 來 訂定 嚴格的管理辦法 還有修廢棄物清理法 這樣子 才能夠 讓社會 安定 不要再 有類似 坤魚 這樣也埋場 不當的開發 許可通過的事件 在發生 我們在這個地方 到12點 到12點 就是大家看那個手錶 一分一分過去 因為到12點 它就失效了 那12點的時候 大家幫那個仙女幫 其實我蠻感動的 我覺得很有儀式感 我們為坤魚送終 可是為坤魚送終 為這個不義 不法的開發案 送終最重要的目的 不是只把這個案子送走而已 而是接下來的廢棄物的政策 接下來永續的政策 我覺得今天有這麼多的 不同政黨的朋友 站在這個地方 我們接下來 這麼多不同政黨的朋友 還要一起努力 為接下來的永續的政策 為廢棄物的政策 為循環永續的政策 我們要一起努力 下次我們還要再一起 跨黨派合作 這樣好不好 好 台灣有各個地方 蓋不起焚化爐和世界廢棄物 也埋場這件事情 其實是已經非常久的時間 然後那時候 中央政府在講 所謂的說 垃圾區域資源制度 我認為沒有效 但是 最重要的還是要從源頭減量 但是 我覺得 我們真的是需要很多好的政治人物 因為 第一個 源頭減量 第二個是 垃圾處理設施的污染管控 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 如果我們的中央政府 法規不夠嚴明 我們的地方政府 不夠有效的去要求他們的廠商 比如說 像我知道 竹南焚化爐 得過好幾屆 我們全國焚化爐的 操作的第一名 可是 操作的第一名 難道一定是已經做到一百焚了嗎 我並不這樣子覺得 所以 變成說 在地的所有的人 其實對焚化爐 對 對 土石堆滋場 對那個什麼 像我們之前有拜訪過 小山湧的土石堆滋場 他們也是說 建完了以後就會臭 那你如果都會臭 都會污染 你怎麼說服鄉親 要把這個東西蓋出來 所以我覺得 我們這個案例 只是其中一個小小的個案而已 真正要改的是 我們整個大環境 怎麼去處理我們這個垃圾問題 這才是重點 我們真的不是 完全 反對 事業廢棄物掩埋場的設立 而是 第一個選址 第二個 第三個 你所有的先進技術 應該要投入預算的 該投入的就投入 你不能把它成本外部化 然後導致所有的 其實我們的抗爭 也是一種外部化成本 所以說我覺得 無論是中央政府 無論是地方政府 所有的政治人物 都應該要非常注重這一塊